其实我本身就是一个过敏患者 小时候还不到一岁的时候 那时候就罹患到抑郁性皮肤炎 那事实上那时候全身就是溃烂 很严重 过敏基本上是先天体质的基因 占了一个很大的因素 所以很多人会认为说过敏是不会好 的确它体质是不太容易改变 但是我们过去的研究发现说 像中药的治疗 它的确是可以是调整我们的免疫系统 台湾因为本身是属于海岛型气候 湿气重 那所以台湾像黴菌满虫这些相对高 所以对台湾来讲 其实最重要的过敏原因就是沉满 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 还有一件比较特别 就是说饮食的一个控制 因为中医认为说过敏的人 其实基本上他体质是偏气虚 就是比较偏寒性体质 所以我们会认为说你在过敏的时候 其实是不适合吃一些寒性的食物 例如像白菜 笋子 香菇 橘子 柳丁 葡萄 西瓜等等 通常我们中医在调理体质的话 大概看疾病 如果以过敏性鼻炎来讲 大概至少要半年左右 那如果是像是医院性鼻炎 这种的话可能治疗时间会更长 通常都在一年以上 甚至于有些病人可能需要三四年 等等的时间才能够把整个体质调理完成 好的 unfortunately 我们下回我们没人认识的那里 Several 我们下回 Stretch